马上去那个棚子看玉米嘛 就是要熟野猪嘛 去了以后发现那个熊猫在里边了 只见猫熊全着身体拨在角落 看起来在打瞌睡 但其实前一晚可是有任务在身 他在里边睡了一夜 相当于帮我们村民看了一夜玉米 但是他尽不尽责 那就不好说了 上星期中国陕西西安钓鱼台村 一处农舍周雨棚下 突然出现夜深大猫熊 一查才发现原来前一晚下大雨 猫熊无处可躲 只好跑到农舍休息 顺便帮农民看守粮食 但不是每一只猫熊都这样躲雨 一个猛力低头卡在竹竿间 下一秒又抬头瞧位置 但这可不是在发懒 而是猫熊其实正在躲雨 不只上一只这一只小可爱 同样有样学样 瞧好位置后 猫熊的大头直接往竹竿中间爬 另外这一只爬到树干 也是全身挂在树枝上 把头这么一埋 似乎没淋到脸就是躲雨 仿佛就像说好了 大家一到下雨天 立刻卷成团 再把头抱在胸口里 呆蒙避雨立刻引发话题 有人说这个动作 让他想到了鸵鸟 也有人说其实就跟人一样 下雨了会先护脑袋 或许他妈妈也和他说 淋雨头会痛 但专属猫熊的意念是躲雨 还是让不少人直呼 实在是太瞎也太可爱了 粉丝新闻 黄泉一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